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CitulioCities 97號的聲音 來自於最新的變成之鋼電影版 萬獸爵死登場的一個角色 那這個角色的原型呢 就是來自於以前的百變之鋼來 那介紹這次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尷尬 我可能要爆一下雷 就是他在電影裡面呢 他是完全沒有變成過知識人的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他的知識人的生態到底還不還原啊 那反正這個玩具變成鳥的生態 跟電影也是完全長得不一樣的 當然你從玩具的角度來看 這個人型的造型還是非常的帥似的 就是一個類似於鳥人的生態 那跟以前Bisitor Wars的風格呢 也是有一點像啦 雖然他們的造型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的變形質構 就是沿用王國聲音的變形質構啦 不過他們的模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還是可以算一個絲模啦 以知識人的造型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Studio Series的版本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這兩隻就稍微對比一下 各位參考一下就好了 那以變形質構好玩度來說的話 主線系列的也就是萬獸爵石那個版本的 應該會比這一隻還要好玩 因為那一隻的變形比較有新意啦 但是我是訂三人包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三人包什麼時候會來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頭雕 雕刻的是非常的好看 相當的英俱潮潮 那頭上這個真正的植構呢 也有點像是超級下芽人啦 蠻醜的 而且他的眼罩的設置呢 比較像是陰影啦 眼睛有綠色的塗裝 嘴巴有銀色的塗裝 那這個臉呢 絕對是非常的帥色的 頭部可以左右的旋轉 往上往下 胸口就是聲音的一個特徵啦 就是一個老鷹的頭 但是這個頭的位置呢 稍微有一點低啦 所以會有一點尷尬 再低一點可能就會有點兒童不已了 蠻醬這個金色呢 是有點偏綠的金色啦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是大便的感覺 但是他的四指科幻呢 是雕刻的還不錯 那你要腰轉的時候呢 平常是卡住的 因為他被這個老鷹頭卡住了 你要稍微打開來一點 他就有腰轉的功能了 大腿的造型很好看 都有一些羽毛的刻畫啦 那大腿側彈呢 蠻緊的 大約達到水平的程度 那前台呢 幅度還蠻高的 肢蓋彎須這邊有一點鬆啦 他是錨釘扣住的 不過彎須的程度是超過90度的 當然你可以看到內側就是有一些偷膠的部位了 然後他的水平的旋轉就是轉絲蓋的位置 這邊這個轉軸就是蠻緊的了 絲蓋彎須的幅度非常的大 是歸垢於這邊挖了一個洞啊 就稍微有點可惜 有一好沒二好 腳踝有一個關節可以往上摺疊 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腳底板是球形的關節 左右的接力 也有水平的旋轉 腳掌都是銀色的圖裝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有兩個腳趾頭啦 好像變形之鋼電影版的指示人 都會有兩根腳趾頭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 你剛拿到的時候可能是這個樣子 牛爪朝前 就記得把它轉回去就可以了 不要被衝看了 肩膀的造型非常的漂亮 一樣是羽毛狀的結構 但是他這邊沒有做出一個肩甲方式來的關節 到底是他要省零件呢 還是本來的造型就是這個樣子 已經是沒有辦法證明了 因為他沒有變形成績是能過啦 手臂側抬 達到平曲的程度 360度旋轉就是會被翅膀卡到 就轉回來 二頭肢旋轉 手肘彎須 當肘彎折 旋頭也可以再折一段啦 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然後他的長大鎮鋼的標誌呢 是在右手臂的這個地方啊 靠內側的部分 那就是銀色的圖裝 那我覺得他的翅膀折疊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尤其跟背後的翅膀 一直看的話就會非常的有層次感 然後他背後這個牛的尾巴呢 也是非常的好看 因為上面都有一些羽毛的刻畫 背後的翅膀平常是折疊成這個樣子的 他是扣在背後的這個卡扣當中 那等一下變形的時候要注意一個小地方 就是背後這個蓋板 你要把它打開來是有點困難的 你要先把尾巴把它打開來一些 背後的蓋板才可以把它打開來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的翅膀打開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打開來的角度可以再大一點 左右手就是他唯一的武裝呢 飛彈看起來是蠻平弱的啦 那這個飛彈是屬於一個外掛的零件啊 他是另外裝上去的 再跟萬獸爵石版本的靜岡丸 把他在一起比較一下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行聲音的變形過程 把它變成成一隻大鳥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形態史愿者 杨茜茜非常的帥是一隻非常大的尿 但是它的造型跟電影裡面呢應該是長得不太一樣的 不過它做的跟盒子的封面是有比較像一點 可能是盒子的封面是比較早實的設置稿啦 電影中的神音呢我是覺得比較像是一隻大烏鴉啦 那哪個比較帥呢這個其實見仁見智啦 整隻神音拿起來其實還是蠻帥的啦 就是腹部的直構比較露線的一點不太像是一個鳥類啦 然後它的飛彈呢你要把它朝前省現一個準備要發射的狀態 然後它的後腳就是姿勢人的腳直接折疊而成了 那看起來就是很像在深蹲啦 鳥爪是刻畫的非常的帥式的感覺香而有力 但是底下就是稍微偷膠的部位了 頭部我覺得刻畫的非常的帥式啦 那頭是可以360度的旋轉 也可以低頭看起來會更帥一點 然後嘴巴是可以打開來的 感覺是蠻精緻的 那你從正面來看呢也是還蠻好看的啦 它的翅膀的造型算是雕刻的還不錯啦 而且很多種羽毛相互搭配 蠻有層次感的 除了剛剛提到的翅膀可以把它轉下來之外呢 那下面你看到的這些轉軸它是可以彎曲的 可以折來折去啦 也就是說它可以擺出一些比較有動感的這個翅膀的姿勢 當然就是翅膀的關節越多呢 擺動起來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只是它的背上還是有一點像是直覺骨的結構啦 那這邊很多羽毛的刻畫 只是我覺得尾巴可以做大一點 就可以就有一些姿勢人後面的部分了 那我們將所有的長大金剛擺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好看 因為犀牛還沒有出來 就先用王國系列的代替 那跟王國系列版本的大鳥神態比較一下 我會覺得SS系列的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它多了一些姿勢的結構啦 那就稍微轉一下就好了 那反正就是一樣的變形結構啦 那今天這個Cedulio City是97號 來自於變形之鋼萬獸絕食的神衣呢 以王族的角度來說我是覺得做的還是蠻帥的啦 但是變形過程套用王國系列的話就沒什麼新意了 雖然這一點可能正剛玩也是一樣的意思啦 那雖然造型算是 可是應該是沒有還原電影中的造型啦 因為它沒有變成姿勢人過 那甚至於它的聲音的形態呢 也跟電影的聲音形態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如果你要湊角色的話應該還是可以買啦 不然就是買萬獸絕食版本的 那一隻的變形結構應該會比這一隻還要好玩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